不起心不懂你 在哪里修啊 在生活当中修啊 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 睁开眼睛看见色 学不起心不懂你 听到一切声音 不起心不懂你 常常想着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学 六根六成 没有一样是真的 能见能闻 六根 所见所闻 色神 香味 通通是假的 不要止住 一切岁月 你才能臣服 有执着 有偏爱 这就是 前面所说的 烦恼吸气 太重了 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有进步呢 自己知道 自己清清楚楚 我不执着 以前样样执着 现在随便了 以前一定要以自己的意思 现在可以随身众生了 看到什么都好了 到什么时候圆满呢 看到每个人都杀 阿弥陀佛 都是祝福如来 看到树木花草 山河大地 通通是 祝福如来的发生 你就成佛了 成佛不要问人 那是真的 一点都不讲 山河于大地 全路发往生 什么时候 旧灾当下 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之处 世间人那是个善 认真父子 现在老了 桌子上这么多东西就老了 我在七十岁之前不是这样的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无论什么人 你到我房间去看 每一样东西放的一定的地方 真真气气 现在没有力气了 漫和随便了 住的地方像洛书队一样 看到这个形象 老了 没有从前那么勤快了 以前勤快的人 一样东西没有放好 睡不着觉 一定要搞干净 搞真气 才能睡觉 现在修佛 马虎随便了 这个不是给人做好榜样 做好榜样 要像我年轻那样 那七十岁之前我能做到这个审理 逐渐逐渐的不行了 但是心地一年比一年清净 能放下 能放下 能死掉了 所以读经 看经 越看越深入 越看越有味道 啊 过去所看的 是表面的 现在能看透 能深入 所以我相信 古人的那些方法 描绝了 啊 这些老方法 现在人怎么比 都比不上 啊 我这个境界 不能跟佛比 我这个境界跟现在人讲 讲不通 他不相信 那为什么不相信 沉浸不够 真诚不够 恭敬不够 啊 定功不够 咱们嫌得浮躁 谦虚不够 带着有点傲慢 啊 所以 余深深发掌啊 进不去 甚深发掌没障碍啊 障碍在自己的一些毛病里 你还有贪嗔痴慢 啊 但是你自己要紧觉到 贪嗔痴慢是三土的因 在佛法里头搞贪嗔痴慢 国贪嗔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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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特别是出家人 学佛的人 真正皈依三宝 学佛的人 修行地头要搞自己贪嗔痴 全是无间地狱 你说你多迷惑啊 多可怜啊 啊 谁敢劝你 没人敢劝你 为什么不能去 你不能接受 那要修佛一样 不如默然 往生浅土 啊 有一个能教的 要帮助他 佛事门中 不学一人 啊 完全没有人能接受 走了 绝点没有留你